郭文貴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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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聚焦在半导体 AI及静零科技 所以AI已经成为你看到的 眼前的发展的必须 也是长远的部件的关键 但是我们这样的资源 真的是不够 下一页 刚讲预算 现在来讲法治 AI的发展 那不是一米大几村 是一米大几百村 那台湾在监控管理的制度 毕竟需要有完备的法规 才能够去让AI的相关的 产业链的权益能够被保护 从开发者 资料的主体 资料的作者 著作权人 包括消费端 所以欧盟已经开始研议了 AI发展的基本法 那您认为 台湾需不需要开始来研究 来推动台湾的AI基本法 才能够匡列 必要且充分的预算 投入相关的资源 以及拨见国家级的平台 我们需要一部 AI发展的基本法 您认为呢 来 主委 那个一定是需要 但是那个时间点 必须要拿捏 是 那目前 你觉得什么时间点 还需要多久 目前就是我们先指引 你看看美国 它只发行政命令 对 美国是用行政命令 因为这个尤其是深层式的人工智慧 跟原来的人工智慧 差非常非常多 很多这个相关的法令 法条都必须要revised 所以我想大家都在看 包括英国也是 那欧盟那边 事实上它也还没有最后一关 对 它现在是草案 还在汇聚欧盟成员大共同的意见 那事实上我们整个人工智慧 基本法案的一些必须要的 事实上已经都有去考虑进来 我非常同意 诚如主委刚刚所说的 我也观察到 欧盟讨论很久 但目前还在草案 然后美国投入这么多 但他们先用行政法规来进行 但是我认为 如您所说 我们在观察 因为相关的技术还在发展 然后相关的法规面 也参着国际的轨迹跟经验 但是如果能够催生台湾的 AI发展基本法 时机到了 我们就需要有具足的准备 好吗 我期待我们的国科会团队 跨部会的团队 往这方面来努力 下一页 那AI要赢 当然就要赢在data嘛 那之前中研院发生的 这个引用不当的 这个简体中文资料库 衍生的这个争议 都已经做出检讨的方案 除了短期要强化 使用者引用的风险管控之外 长城就是要建构 台湾自己的CHEPGPT 台版的繁中语言资料库 对内让我们自己的 研究同仁 国人引用是正确可信的 合适的 合一的内容 另外对外 才让世界有正确 有台湾价值正确 民主观点的资料 可以被引用 所以建构台版的资料库是 刻不容缓的下页 那我们再做了 这个tidy 由国科会 述发部中研院 开始要自制台湾 自行的大型语言模型 三亿而已 够吗 主委 目前 目前是够 事实上 主要最主要就是我们的超级电脑 那我们超级电脑已经在那边 我们加了一些GPU进去 所以这三亿是技术层面 演算层面 的投入 差不多一半是我们的硬体 那另外一半就是我们这个资料的取 我很少听到这个官员在台上审预算的时候 跟我说预算够了 我本来想说要再多一点 好 没关系 花三亿 我们就用得好 用得准 用得正确 但是这三亿除了在硬件之外 其实很重要就是软体嘛 对不对 要收集这些文本的资料库下一页 所以呢我也去问了这个TRAP GPT 到底要建构一个优质的自然语言模型 到底有哪些关键因素 他真的回答的超专业的 他说要有大量的训练资料 深度学习架构 大规模运算资源 有效的训练 算法 定期更新改进 以及品质评估及反馈 每一点都对 那我进一步问他说 那这三个六项因素 最重要是哪一项 他说 大量的训练资料是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因素 这是CHAB GPT说的 那我想就叫于CHAB吴振忠 您觉得最重要的大型语言资料库 台版的 什么最重要 那个当然大量的训练资料是基础 你没有资料他就没有用 但是最后第六个 品质的评估跟反馈 大家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你把它弄出来以后 谢谢主委 好理加在你的回答 让我确认 人的智慧还是优于机器 确实 您回答的就是关键中的关键 品质的管控跟回馈 大于那个训练资料库的重要性 感谢CHAB吴振忠 资过CHAB GPT 所以我们那个台课的第一时间 很好 我们数学部就有一个安全检测的 对 这是一个重要 但是我要跟你讨论的另一个面向下一页 我关切的点 训练资料当中 我们需要收集最多元的台湾观点 而且我们相信台湾观点是正确的观点 是世界需要的普世价值 目前Tidy里面所用的 这套推动可信任生存式AI 发展先行计划里头 你们引用的资料就是 教育部的这些字典词典 中央政府机关常见问题 还有你们科技部为主的 什么科技大官员 科学发展月刊等等 我认为第一个数量还是少 第二个领域偏重科技 不够多元 所以我要具体提供我的建议 下一页 如果从我们工部门来下手 收集好的资料 可信任的资料 具备台湾正确观点的资料 就以教科文单位来讲 文化部出版了非常多的权威期刊 就连我们体育部 对不起 教育部体育署的体育专刊 台湾的经济部门 各类的经济专刊 都可以纳入你们的资料 data库 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这是我的提醒 下一页 我进一步 作为一个长期关切文化议题的 无论如何要分享这个讯息 给国科会的团队 数发部的团队 给中研院的团队 这个tidy里头 一定要去引用 我们的前瞻建设里头的 国家文化记忆库 目前已经收集了 309万笔资料 而这个文化部主打的 国家文化记忆库 它由地方政府 民间参与 跨部会 以及部署博物馆 是由下而上 由上而下 共同书写出来的台湾文化记忆 所以这个一定要纳入 成为我们的tidy的资料文本 非常重要 私谣提醒 你们目前还没有 好吗 那个跟委员报告 事实上已经授权 我们在处理当中 正在处理当中 那事实上已经给我们的 有这个政府各部会 的一些这个判决 或者是资料库 各地方的观光局也有 已经授权了 文化部这边也有 各个部会 我们持续来跟政府部会沟通 那下一页 因为时间有限了 我就停在这一页 这是经济学人的报导 这个新石油啊 Data就是New Oil 我们必须部件 这样一个很充分的资料 文本才能够对内 国人正确的引用 对外 不会受制于中国 争夺资料的话语权 那我刚刚说的 我们的tidy系统 三亿元 我认为我们需要更多的部件 而内容的领域的多元 内容的由下而上 由上而下的资料提供 都需要我们部件跨部会的 这些和协力 那刚刚如您所说 私遥抛出的文化部 国家文化记忆库 从1.0到2.0资料 非常的多元 也非常开心听到主委说的 看来我们应当是 已经正在建构 跨部会资料提供的工作 那我非常期待tidy 赶快能够建制完成 让台湾的生成式AI的资料 引用 可以成为世界的王道 好吗 好 加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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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无思想委员咨询 祝我请回座 接下来请正立